現在開始 我們要來關心這個基本港豬 早上 劉委會是通過了 基本港豬起九百塊 起到一萬八千七百八十塊 劉工團體現在批評說 去年的經濟生長率 明明就超過十趴 基本港豬率起五趴而已 劉工一天加三十塊 是由北京馬總統說的努動尊嚴 後禮拜三 行政院要決定的時候 劉工團體也要去抗議 他們現在是會有行政院 要回應劉工的機台 又起比較高 劉委會的觀點 基本港豬要去九百塊 劉工團體配平 管理經濟生長率 有到百分之十點八百 基本港豬率起百分之五點零三 劉工頂一天加三十塊 劉工這期 馬英Q總統前任的時候 答應說 要向劉工團體 經濟生長的行動 感覺這是對勞工很大的羞辱 一天才調了三十塊 這根本毫無誠意 這樣的調整 如何去實踐 馬總統兩千零八年就任的時候 告訴我們 會讓勞工有一個尊嚴勞動的環境 會讓勞工共享經濟發展的果實 這根本沒有做到 劉工團體基礎 今次的 這次勞工提出 兩萬三千四百五十九塊的企業要求 是可入 劉工基本生活需要 高雄服用人口算出來所需 立委會九百塊是怎麼算出來 雖然基本港主審議委員會已經最出氣格的決定 不過要是要將結果補給勞工協定 勞工團體基礎 到下星期三進展 一定會到勞工一頭前 表達什麼 希望勞工協定在最后 協定的時候 會等百合機會 將九百塊各在條款 活用勞工的機台 如果沒有要向勞工用選票來表達什麼 我希望大家 立即贏有組成計時要代表